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我会分享如何增强免疫力 以及我会很简单地讲解免疫系统 到最后我都会介绍我用的食物 来增强免疫力 看完这个视频你都会做到的 如果这个是你第一次在这个频道 我介绍我自己 我是John 我是个健康教练 我是教人不自食的方法去减肥 我将来都会分享更多健康和营养知识 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个订阅 有新的视频 youtube就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免疫系统是怎样操作的呢? 当我们感染的时候 我们免疫系统的细胞 就会制造一些特别的武器 去对付这些新接触的病毒 打赢之后 就会记住病毒的样子 下次病毒再回来 就记得它的样子 就可以再打赢了 这个是别人说的 有了抵抗力 可能你就会问 为什么我们要增强免疫力呢? 当你的免疫力是健康和强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制造一些特别武器 过程都会快些 就可以快些去打赢病毒症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比较差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要花更多时间 去制造这个特别武器去打赢 病毒就在我们身体逗留比较久 那么它就会有多些时间去收集 去增长多些军队 它的破坏对我们的身体就更加大 而我们康复的时间都要更加久 最坏最坏的就是可能我们都打输仗 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增强免疫力是很重要的 那哪有增强免疫力呢? 我会分享几个简单的方法 最后不是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和我家赤脚地走路 你的脚会容易冻 就会弄到整个身体都会冻 包括鼻肝 当你冻的时候 靠近皮肤的血管都会收缩 来保持体温 那鼻肝里面的血管收缩的话 就会减少血液流动 那血液流动减少 就代表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都会减少 就是说抵抗病毒的能力都变差了 减压 当我们说压力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分泌 cortisol俗称为压力荷尔蒙 小酸压力是无所谓的 但是长期的压力 你身体的cortisol都会长期的高 就会影响免疫系统了 所以要记得放松 不用去过量担心我们控制不到的东西 要学会用一些shir的方法去减低我们身体压力 多运动 刚刚刚讲到shir的方法 运动是其中一个很好的shir的方法 运动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就是一吃饮尿了 运动都不用流汗做到很剧烈的 向家做下家务 散下步 总之有keep住动就已经好了 多饮水 一个缺乏水分的身体 是很难去保持你的免疫系统 尤其你病的时候 身体更加容易失去水分 所以要记得多饮水 减少食抗生素 抗生素只适合对抗细菌性感染 那双方流行性感冒是病毒引致的疾病 所以食抗生素都是无效的 反而过量的抗生素会毁灭我们身体的益生菌 即是好的细菌 益生菌都很重要的 益生菌保持我们的肠胃健康 帮助消化 以及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 过量食用抗生素都可能将你的细菌 变成超级细菌 停止食烟 食烟大概都知道对我们的肺不好 引起很多肺的疾病 都会损害你的免疫系统 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都会下降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那你一个都不记得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要记得我现在说的这一点 是什么呢? 睡觉 睡觉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 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当你只是一晚睡6个小时的话 你免疫系统的natural killer cells的活动 都会减50% 如果长期不够睡的人 你的免疫系统会大大的下降 那不单止睡觉 睡眠质素都很重要 最好睡觉前的半小时 就不要看电视或者看手机了 因为电子发出的蓝光 是会骚扰我们头脑分泌出来的melatonin 这个melatonin是用来 调节我们生理时钟的荷尔蒙 如果睡觉时分泌不够melatonin 你睡了很多钟都会觉得睡不够 所以要增强免疫系统的话 不单止要足够睡眠 以及要提升我们睡眠的质素 有失眠的人或者你的生理时钟已经搞练了 你可以考虑买melatonin supplement 来调理你的生理时钟 睡得好和睡得够 你的免疫系统会多谢你 在我们的食物增加维他命C 卡和马吉尼医生 在2017年都有一个研究报告说到 缺乏维生素C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以及会提高感染的风险 他们也有说到 补充维生素C都可以预防和治疗感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生果蔬菜都有很丰富的维他命C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制造和收藏维他命C 所以日日吃生果蔬菜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一种生果叫Kamu Kamu 这个生果的维他命C 比橙多50倍 和比柠檬多35倍 但因为它维他命C那么高是很酸的 所以我会买Kamu Kamu粉 加上我的Smoothie 或者买些Capsule 来补充我的维他命C 想知道更多关于Kamu Kamu 我会在以下分享一些资料 要记住有食补健品是用来补充的 不是来代替食物 维生素D 又俗称为泰溶的维他命C 维他命C对身体都有很多功效 不单可以增强免疫力 帮助钙的吸收 改善皮肤 提升头脑功能 和调节情绪 一天10-15分钟的药缸都是足够的 维生素D的食物就是 蛋黄、沙文鱼、沙甸鱼和蘑菇 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四季的国家 通常冬天 阳光又不足够 我们又出去少 所以维他命C通常要补充 有没有觉得冬天 好像没有什么精神 很想睡觉 或者吃很多 因为冬天有一个Condition 叫冬季忧屈症 英文叫Winter Blues 是因为我们不够阳光 如果你吃不够维生素D的食物 你可以吃维生素D的Supplement 那你要选维生素D的Supplement 就记得选维生素D3 那有一个Supplement 是我家里一定有的 它就叫黑子油 可能你没有听过黑子油 但这个黑子油 是已经用了千多年可以 医很多疾病的油 现代都有很多研究去证明 这个油是很高抗氧化 和很有效抗炎 抗炎和抗氧化是免疫系统的好帮手 不单止高抗氧化和抗炎 很多studies都证明了这个油系 可以平衡胆固醇 促进肝脏健康 医皮肤炎 湿疹 和对抗糖尿病 抗血压 还有可以帮助减肥 那当然了 你未开始吃这些Supplement 就记得抗烧你的医生 希望今天的分享 都有帮到大家 令大家更明白 免疫系统 和如何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给这个视频一个like 还没subscribe的朋友 就记得subscribe和turn on notification 下次有新的video 你就不会错过了 大家加油了 拜拜